大家好,我是Jenny,今天我们聊聊网络购物,online shopping 疫情的原因呢,我们很多人现在都在家里,没有办法去实体店购物 其实在此之前呢,网购已经是一个趋势了 怎么样在网购的时候不会浪费太多时间买到趁心如意的衣服、鞋子和饰品呢 作为一个零售商和一个消费者,我从商家和消费者两头总结了一些经验和技巧给大家 第一,宽松的退货政策,return policy 模特穿搭和真人穿搭会有比较大的区别 去网站购物和下单呢,一定要看清楚return policy,给自己留购余地 不适合的和不喜欢的都可以退 网络购物的final sale我是基本上不会碰的 不能退的产品好像交了一个男朋友就一定要结婚一样 万一又不喜欢了 宽松的退货政策也是零售商对所经营的产品品质的一个保证 比如Costco的不满意就退货,Nostrum的无限期退货政策 买东西没有后裤之忧才能够勇往直前 第二点呢,就是清楚自己的尺寸 有必要呢,要量一下 经常听到有人问我说,我的腰是118的,我穿哪个号 我的脚是36的,我穿哪个号 其实这些Google都可以出来结果的 所以自己的号码自己要先清楚了 买衣服呢,三维是最重要的 买鞋子呢,也要注意除了大小号码之外呢,还有宽度号码 如果你穿很多鞋子都觉得宽度不够,那有可能你需要穿加宽的鞋子 另外呢,有一些尺寸,比如裤子的长度都是可以修改的 大部分干洗店都有这个服务 对于自己的尺寸,也不要纠结于自己一定是小号或者加小号 很多品牌款式在剪裁方面都不太一样 甚至是同一个品牌推出的新款也会有偏大或者偏小 所以合适舒服最重要 实在不确定就把相近的两个号码都买了 不合适就退掉 这也印证了第一条return policy有多重要 不合适的可以退换 很多产品的review里面都有偏大或者偏小的反馈 参考一下会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估计 同时看真人模特的照片注意看比例 比如上衣的长短也要参照这个模特的身高 如果这个模特的高度比我高一个头 那他穿着到腰的T-shirt 我穿就应该已经到胯了 我自己做采购很多年 通常看到模特被PS过度的照片 我一般都不会买产品 因为衣服的形状根本就没有参照性 甚至材质都是不对劲的 第三个技巧就是用过滤器filter 这个办法是最省时间的 比如我要去看Zara有什么新款 我会把过滤器调到展示最新产品 我的号码是S号 如果我只需要黑色或者白色的上衣 我会把颜色号码都加上去 这样会更快 所以我想看到的都会展现在一个页面上 filter有几个重点方向 价格最新款颜色和号码 另外有一点比较受欢迎的产品 商家的filter一般是 best seller或者most popular 那大家就要问 商家卖的好坏跟会有啥关系 这样解释吧 那通常有一个款式 如果做得很成功的时候 商家就会增加更多的颜色和更多的材质 这是商家考虑增加revenue的一个普遍做法 因为这个产品的款式 剪裁和客户反应已经是非常的好啊 加多颜色和材质是一个风险小 并且能够通过单品赚钱的策略 那么反过来对我们消费者来讲呢 虽然看不见摸不到 但就凭商家一个款式 颜色材质超多种的选择 也能够比较有把握 对大众来讲呢 它的购买满意程度一定是比较高的 第四点就是搜索关键字 比如floor dress 花裙子 off shoulder low肩款 chunky heel 粗跟 lace top lace上衣等等 平时呢 留意自己喜欢的也适合自己的款式 比如在instagram或者是pinterest上 看到自己喜欢的就截屏下来 平时呢截屏积累自己喜欢的款式 购买的时候有地方是 搜关键字 第五点呢 就是对于材质的要求 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 日常生活的磨损 个人喜好也都有差别 有个简单的办法 就是你可以找一下衣橱里面 你穿着觉得很舒服的同类衣服 看一下材质的组成 参考一下去买下一个要买的单品 比如我要买牛仔裤 我喜欢有弹性的 那我就去找我穿着很舒服的一款 有百分之几的安轮 百分之几的迪轮 在选择的时候 即使看不到产品 我也可以估计出来 这款牛仔裤在弹性方面 是不是我想要的 技巧六 在购买fast fashion快销时尚产品时 用价格过滤 filter过滤显示从价格最高往下排 为什么呢 因为快销产品定价 就是这么个策略 相对于大部分产品 品质越高 越新 越trendy 越是价格高 也是最有价值去购买的产品 同时快销产品 越是价格高的单品 产品利润 其实相对会低一些 对于消费者来讲 其实是比较划算的 这些都是in general 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快销品牌 但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 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海选的办法 技巧七 保存喜欢的产品 这个呢 是针对于自己喜欢的 但是价位又稍微高一些的品牌的经典款 现在呢 很多网站都有这个功能 有一个 heart 叫做favorites 如果这个产品特别喜欢 想再等一等 或者对比一下 看看有没有折扣 就点击存下来上自己的favorites list 那下次再来这个网站 可以先看一下这些产品 有没有折扣 时尚品牌呢 一年通常有最大的两个折扣季 就是圣诞节后和七八月份 这两个打折季呢 是不是看一下会比较容易拿到好的deal 有时候百货公司也会定期推出来 买500送100 买1000 送250这种促销 这个时候呢 这个favorites list 就派上用场了 通常呢 其他的季节 经典款的折扣并不是很大 但是今年呢 有一点例外 今年春天呢 实体零售店 因为新冠肺炎 COVID-19都暂停营业了 有很多商家呢 在网上推出了一系列很大的折扣 买到宝贝的同学们 要恭喜一下 第八点 看评论review 这个是针对于Amazon的购物 在评论区 看买家秀 比如一件衣服或者裙子 真人穿上是什么样子 注意看差评 差评如果是好几个人 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那可能这个问题 在这个产品上是一直存在的 评论区的真人产品照片 往往比Amazon的listing照片 更加可信 第九 避免踩雷 网购踩雷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 是被社交媒体广告 和不真实的照片所误导 比如产品照片和购买的食物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买到假货 残次品等等 这种例子到处都是 买东西尽量去靠谱的商家 不要贪小便宜 美国的商业发展相对成熟 服饰类这个市场 产品档次来讲 基本上是一分钱一分货 而且大型的零售商 推货政策比较好 整体的进货渠道 定价系统 销售配送都是按规矩办事 出了问题 你能找到负责任的 另外一个就是尽量 不要去不熟悉的海外网站买东西 经常听到有朋友说 信用卡被盗这些例子 这些都是安全隐患 好了 今天的网络购物技巧就讲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有其他的妙招 也请在留言区分享给我们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订阅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